各位大家好 今天很高兴有这个机会 很荣幸受到这个鸿海研究院的邀请 在我们这个Next Forum 然后主题是AI Security的这个论坛上面 进行一些技术分享 那我是郑文黄 现在是这个国立阳明教通大学 电子研究所的特聘教授 那同时也是兼任我们这个产学 创新研究学院智能研究所的所长 那我想今天我们在这个主题的设定上面 我把它定位成从感知智能 走向认知智能 我们把它认为是这个自驾车的大挑战 那特别是在所谓的AI Security上面的大挑战 那我想我们在一开始 我就很快讲一下 为什么我们把题目这样的设定 因为感知智能是这几年 自驾车研究的一个热门的一个课题 也就是说如何透过不同的sensor 那这些所谓sensory data的fusion 去了解自驾车附近的场景 里面有什么样的一些东西 什么样的一些物件 那但是这样子其实远远是不够的 因为我们都知道人 本身其实是有一些逻辑推理 然后有一些思辨的一些能力 那我们只知道出现什么东西 但是不知道这些东西的关联性 不知道这些东西的互动性 那这个其实对于自驾车的这个发展 其实还是相当受限的 所以我们今天其实会从技术的角度 来分享一下感知智能 目前的一些进展 以及一些他的挑战 那同时我们会定义一下 那什么叫做进一步认知智能是什么 那这个我想就是我们今天想要分享的一个主题 那我这边很快讲一下 我自己过去其实在自驾车的这个领域 其实也琢磨了不是非常多年 但是其实这几年也一直在这个题目上面做 那所以可以看到我们这个上面这个例子 就是说我们在I3POI Signal Processing Society 大概在2018年2019年的时候 其实大家认知到这个所谓的自动驾驶系统 然后的一个重要性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上面的这一个 I3POI Signal Processing Society 他们其实成立了一个叫做I3POI Autonomous System 的Initiative 这样子的一个自动系统的一个 其实的一个会议 那所以在这样的一个会议或委员会里面 其实他大家的目标就是来讨论 怎么样去定义下一代的 这一个所谓的自驾系统 那他这边的自驾系统不只是车辆 他其实也有可能是这种 所以无人载具无人机 那我们其实跟很多的这个所谓的同行 学术界的一些同行跟同好 那在这个所谓的创始主席 这个PITAS博士的带领之下 我们其实也在这几年 一直非常关注跟国际的伙伴 来关注这样的一个自驾技术的一个发展 好 那我想我们今天可以看得到的 其实就是说自驾的这个 所谓的自动驾驶车的这个技术 其实已经逐渐成为一个 真实可行这样子的一个系统 所以我们当然可以看到 我们从这个Google的Waymo的这个车子 实际上路之后 这几年其实这是在美国的情况 我们可以看到在欧洲的情况 在德国 他们其实已经有这种无人通勤的一些巴士 然后甚至在这个对岸的这个应该是在深圳 那他们在今年就是2022年 其实也做了一个这个所谓的 这个智慧零售 这个配送的这个无人驾驶车 所以看起来大家可以了解到就是说 这个其实自驾车 其实已经逐渐融入我们的生活当中 而且逐渐成为一个非常真实的一个技术了 那所以我想我们大家其实都同意 在这个自驾车上面 AI本身其实是一个最关键的核心技术 也就是这个最critical的一个component 那到底AI有什么样的一个局限 他能够做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程度 那我想接下来我们就跟大家做一些分享 那在这个之前 我想从技术的角度定义一下 我们这个什么叫做自驾技术 autonomous driving的技术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一般我们在过去的认知上面 把这个自驾技术大概其实会分成三个部分 第一个是所谓的sense 那第二个是所谓的perceive 第三个是所谓的act 那sense其实就如我们这个上面的图 这个所讲的 其实就是我们用各种不同的这个sensor 在环境里面持续的收集资讯 收集讯息 这个是所谓的sense 那perceive呢 比这个sense要更多一步 也就是说我们怎么样把附件存在的东西 能够把它定义出来 能够把它侦测出来 甚至做分类 那这是perceive做的事情 那我们有了这样的资讯之后 我们其实就可以在自驾车上面去做一些 所谓的反应跟回馈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act 那我们在我自己过去的研究里面 其实比较多关注的 其实是在会在perceive的这个地方 也就是我们一开始今天讲的 这个叫做所谓的感知智能的这个部分 那所以我们一般在视觉上面 我们就用自驾车的这个感知智能 我们把它定义成这个所谓的视觉任务了 那我们一般的视觉任务其实有哪些呢 其实最常见的是像图上面的这两个 一个是这个所谓的object detection 那可以看到我们希望在行驶的道路上面 把出现的物件呢 把它给侦测出来 那侦测到结果 我们其实就是那个方框的一个形式去标注 所以例如说有侦测到车辆 我们就把它标起来 那侦测到人我们就把它标起来 那这个是谁的object detection 那semantic segmentation呢 其实也是我们在自驾车的这个视觉感知任务里面 非常重要的一环 那可以看到它和object detection有什么不同 它其实主要的差别就是在于说 它的标注能力 其实是更希望能够更加的精准 也就是说我们在object detection上面 基本上其实就是用一个框 方框去包夹一个我们侦测到的一个物体 但是在这个所谓的semantic segmentation的这个任务上面 我们是希望能够很准确的把我们看到一个物体的形状 整个标记出来 所以可以大家看到像右边这个人 这个车子 然后像这个建筑物 我们用一个颜色去代表它 其实它这样可以看得到就是说 它的这个被侦测的范围 其实是非常的阻确 这个是semantic segmentation 或语意分割 我们叫语意分割 所做的一个事情 那我们知道其实 不管是在做什么样的感知系统 它在AI上面来说 我们现在仰赖的技术都是所谓的机器学习 甚至是机器学习里面的深度学习 也就是deep learning这一支 那所以基本上这种随着机器学习技术 特别是深度学习 它其实我们认为它认知上面 它就是一种随着 data hungry的这个本质 data hungry的意思也就是说 它在要训练好一个这样的深度学习系统 我们需要为给它非常大量的资料 才能够提升它的效能 那所以可以看得到 我们为什么在今天deep learning 就是深度学习 其实相对于我们过去传统 大家可能学过的深度学习技术 像有些人可能听过什么SVM 甚至在做语音辨识 用什么HMM 什么马可夫 这个隐性模型等等的 那我们为什么选择deep learning 因为从这个图上面呢 我们其实可以观察到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是 这个X轴 横轴是我们给 我们这个机器学习系统的资料 为给它的这个所谓训练资料 那这个Y轴呢 其实是所谓的效能 是所谓的performance 那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过去前一代的机器学习演算法 它其实在这个效能上面 其实有一些瓶颈的 我们其实在给它更大量的 资料的情况下面 它的效能其实很难提升 可是深度学习技术呢 其实可以看到它的效能 其实是可以远超过 这种所谓传统或前一代的机器学习技术 那这是第一个从我们这个图上可以看到的讯息 那第二个讯息呢 我们想要跟大家分享在这里 其实今天呢 我们大家拥有了这个机器学习的 这个深度学习的演算法的技术 能够对它有个掌握 可是另外一个事情呢 更重要的其实是这个资料的掌握 所以可以看到这边 在这边有一个所谓的gap 所谓的quality gap in AI product 就是我们真正在建立这个所谓的AI化的商业产品的时候 其实是会有一个品质上的一个差别 那这个差别显然在这个资料上面的取得 可以发现从这个位置资料量比较少 那这个位置资料量比较多 那为什么这样的一个区别 我想这个跟我们一般的这个业界 或公司的能力有关吗 可以看到这个叫做 所谓的中小型的一个企业 那它能够收集到的资料量其实比较少 那我们这种所谓的产业上的巨人 那基本上它能够收集到资料量其实比较多 它就可以做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AI product 那所以说除了感知任务本身以外 我们怎么样得到这样子足够量的资料 来训练我们的AI系统 其实也是自驾车领域过去这几年来 大家一直在努力的目标 我们举几个实例来给大家看 第一个这个是去年2021年 这个会议我们只在左上角 这个叫做谁的Nips 这个我想大家对机器学习有了解的话 Nips其实是我们机器学领域国际上面 非常非常顶尖的会议之一 那去年华为做了一件事情 他们放了一个非常大的资料 他们叫做这个谁的Soda10M 也就是1000万张的这个资料 那这个资料里面其实它的每一个样态 其实就像我们这边举的例子一样 它包含其实在不同的天候条件下面 不同的地理位置 那不同的这个谁的期间 那天候条件拍摄就像这边 这个是晴朗无云 所以我们叫做clear 那像这边其实下雨天它是Rainy 那location不是指真实的地理位置 就是说不是指说不同的城市 它这边更在意的其实是不同的这个驾驶场景 例如说我们在这个道路 乡间Country Road 或是在这个所谓的City Street 或在这个Highway上面 那这个period呢 指的它基本上分的就是像这个Daytime Nighttime等等的 然后甚至像它这还有这个右下角 可以看到这个Done Dusk这样的一个period 那所以我想可以很清楚 就是说华为他们自己也在做这个自驾车 那他们开始在建立这样大型的一个 所谓的可以供这个所谓的感知智能 分析感知智能任务 去做应用这样的一个资料库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是去年做的事情 它无论如何 它还是必须靠人工自己去收集 这是今年也就这个月 Google的Waymo的团队 刚刚放出来的一个新的一个技术 他们把它称为叫做所谓的Block N-E-R-F BlockNerve 那N-E-R-F其实是 大概从1920年开始 新出现一个这个所谓的影像的这个合成技术 它跟我们过去知道像这个所谓Game G-A-N 或大家知道这所谓D-Fact 那的主要差别就在于说Nerve 它可以在这个位置没有看过的这个视角上面 去合成出这个物件的图 那所以可以看到就是说Waymo的一个想法很简单 我其实需要收集资料 那这个还是我的瓶颈 所以我能不能直接建立一个场景 用这个Nerve建立一个场景 那我在不同的条件下面 其实都可以把我的这个画面 自己自动的生成出来 就像右下角这里 右上角是他们用Nerve这个技术呢 对于SF就是旧金山 他们是产生 就是说建立了一个城市的一个区块 那右下角这个其实是实际上 他们所用Nerve这个系统 所伸出来的 合成出来的这个接近图 那我们就看一下他们的这个demo 这个是他们整个用这个所谓的Nerve技术 直接伸出来对旧金山的这个接近所产生的这个 所以可以看得到这个其实从前面这样的一个小小 它其实相当的链身了 那如果有大家有去过这个是旧金山驻网的景点 We can explore the same from new viewpoints We are no longer confined to the path of the vehicle traverse 好 我想我们就看到这边 所以我想第一个部分就是说 大家今天在比拼的 其实第一件事情不只是技术本身了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从华为 从Google的Webmo 很清楚一个讯息 大家在真的其实就是说 怎么样得到足够的资料 然后呢去训练我们的这个所谓的机器学习系统 那但是呢 其实我们有这些足够的资料 我们回来看的另外一件事情 这就跟谁的自家车安全性有关了 也就是说机器学习的这个演算法 特别是深度学习演算法本身 其实是有一些局限存在的 所以可以看到就是说 像我们把它称为叫做Lake of Trust 那这是一个视觉感知上面的一个大问题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这几年不管是从这个 我们在这个视觉 电脑视觉顶线会像CBPR在25年 他们的这个paper的名称很有趣 他就说这叫做Deep 这个所谓的深度神经网络 怎么这么笨 怎么这么容易被骗 Easily fool 那一直到2019年前两年 我们甚至在这个所谓的 Nature的这个报道 报告上面呢 其实也可以看到 大家还在谈 还是说这种Deep Learning的AI 是很好骗的 那谁的很好骗的意思 也就是说呢 我们待会给大家看一些例子 这种Deep Learning 基于Deep Learning的这个AI系统 他们的认知呢 其实很多时候是非常随着shallow 而且是很superficial的 我们就给大家 我很喜欢讲用这个例子 来跟大家做一个说明 ICML其实也是我们机器学习领域 国际顶尖的会议之一 这个在2019年的时候呢 是Adobe Research的一个研究员 他独立发表的一篇paper 那他在这个paper里面 用了一个例子 来说明说 为什么这个深度学习系统本身 其实还是有很多的问题 我们可以看到呢 这边我们如果今天 我们假设我们训练的一个鸟类 一个bird的一个detector 侦测器 那可以看到左边的这一个图呢 如果我们把它喂给我们这个侦测器 那我们的侦测器告诉我们 应该有一只鸟 它的几率可能是86%左右 那右边的这个图呢 我们一样喂进去这个鸟的侦测器 那他告诉我们说有一只鸟的几率 其实就大幅下降了 变成32% 我想这个非常合理 因为左边这只鸟很清楚容易看得到 那右边这只鸟其实就看不太清楚 所以我想对于侦测器来讲 它给出这样的一个评判 我想是非常的合理的 但是呢 我们再看下面一个例子 左边这个图跟右边这个图呢 一样我们把他们这两张图喂进我们这个鸟类侦测器的时候 我们其实就可以发现到呢 左边这个的侦测的这个几率是86% 右边呢 其实一样下降到32% 那大家其实就会很好奇 这两张图到底差别在哪里 看起来好像是一样 大家仔细看的时候是有一点不一样 右边这张图呢 在空间上面有一点点偏移 它的偏移方向是什么呢 对角线的方向往左上角偏移了一点点 那这两张图对人来讲是一模一样的 那为什么对于我们的这个辨识器来讲 它的这个效能会整个随着用跳水式的 从86%直接下降到32% 它问题出在哪里 我们可以看喔 这其实是深度学习系统本身 一个很小的component所造成的一个问题 我们如果对于这个深度神星网路有概念的话 我们大概知道说里面其实 尤其在CNN 其实包含了几个基本运算 像compolution啊 然后像卷积 像pooling啊 然后这些还有free connected layer啊 这些这些部分 那其实其中的pooling呢 常常被大家有所忽略 什么叫pooling被忽略呢 它其实pooling做的事情 其实就是把图的大小缩小 所以像左边这个例子 这是一个四乘四大小的影像 我们希望把它缩成到二乘二大小 所以例如说像左上角这四个值呢 我们就把它变成是用一个值来代表 然后黄色这四个值就用一个值来代表 那这件事情听起来很简单 可是它没做好 其实就会造成上面的这个情况 那所以它什么叫没做好呢 我们从基础上面来解释一下 这也非常的容易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所谓的pooling 它做的事情呢 我们一般用的是maxpooling maxpooling的意思 其实就是把呢 这四个值里面呢 要变成单一个值的时候 我们从里面调最大值 所以这里有12 20 8 12 它的最大值是多少呢 是20 那这里30 020 我们用多少来代表它呢 用30 因为它是最大值 那所以在这个条件下面 我们就看啊 如果我们今天假设我们的讯号是一维的 就像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我们如果从这里开始 我们的window 是一次看两个值 所以这两个值的最大值呢 值在这里 这两个最大值呢 在这里 这两个最大值在这里 这两个值在最大值在这里 所以它的结果呢 我们做了pooling之后呢 可以发现它是一个三角坡的一个结果 可是就是像上面这个例子 但是如果我们今天看下面的例子呢 我们如果是起始点差一点点 不是从头开始 我们从第二个位置开始 那可以看到啦 这个位置跟这个位置 算maxima pooling的时候 它的最大值是这里 那这个跟这里的最大值是这里 这里跟这里的最大值是这里 这里跟这里的最大值是这里 所以会发现它做完的结果之后 是变成一个平行线啊 就是最 就是用透过 大家都是把最大值连在一起 所以可以看到 这两个最很大的一个区别 就是说 我们的这两个一维讯号 其实长的是一模一样的 而且我们用的这个 maxima pooling的window 2 其实在上面跟下面的例子 也是一样的 但是我们只要插了一个其实点 就会产生完全不一样的一个结果 所以其实我们基准上 光在这个所谓的 深度学习演算法的本身 其实都会造成一个 很大的一些问题 那所以说 我想这个 我们这个大概就可以提一下了 所以这篇paper很简单 它做到观察 他们发现这个事情 我们在以前讯号系统上面 讯号处理上面 这个问题叫什么 叫做anti-aliasing 所以要怎么去处理 aliasing 就是用anti-aliasing 这个做法 很简单 我们不只是做pooling 我们先加上一个所谓的blur 我们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我想这个东西我们就不细谈了 大家有兴趣去可以去看这个paper 那我们很快再看 在这个认知的这个视觉上面呢 其实不只是这个AI系统 就是深度学习系统本身的问题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 AI本身也很好骗 那怎么样好骗呢 这个其实就是所谓的对抗式攻击 我想这个例子可能很多人都看过了 就是说原来的这个图呢 我如果训练了一个熊猫 动物侦测器 这个图未进我们的动物侦测器里面 我们说它是猫熊或熊猫 panda的这个增确率 大概是57.7 可是我们加上了一些杂讯 而且我们在杂讯前面加上一些 加上一个符号叫epsilon epsilon我们在工程上面 就代表说加的这个东西 非常的亮 非常的细微 所以加上去之后呢 可以看到右边的这个结果 跟原来对人来讲没有什么的区别 对电脑来说 却有一个很大的不同 原来的这个图呢 我们看到是 所谓的panda的可信度 是将近六成 可是加了这个杂讯之后呢 我们把它认为是这个 就是它这个长臂源 它的几率呢 甚至接近百分之百 所以其实这个就是 所谓的对抗式攻击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要大家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那所以这个对自驾车来说 的问题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原来的图 这是速限80 这个速限120 我们其实只要在图对这个图上面的作业显点的微小的一个视觉上的变化 我们其实就会直接把这样子一个原来的一个路标 其实把它辨识成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像这个80 在这个情况下就会变成停止排 120 就会变成速限30 那我想大家在自驾车的安全性应用上可以想见 我一个自驾车看到一个120的这个应该是120时速 这样子的一个速度在这个公路上面去跑 可是他把它当他误认成30的时候 他在公路上面急速减速 人家都开120他开30 这个后果可想而知 那这种所谓的对抗师攻击 他其实不只是在对于他的这个视觉讯号上面做一些调整的时候 会影响他的辨识结果 其实对他的这个形状做改变也会得到不同的结果 所以像上面这个停止排 我对他在做这个几额上面的一些转换 其实就会把它辨认成完全不一样的不一样的东西 像左下角这个就会把它辨认成这个叫做Dumbbell 那右边这个就是变成把它辨识成一个那种球拍 这个所谓Racket这样的一个东西 那所以大家会想说 大家遇到一个问题说 那你这个东西其实是后置的 你其实是在这个画面上面 对你的这个告示牌 其实去做了一些影像辨识的处理 或影像处理 就image processing的一些技术 但事实上我们这边给大家看 这个在真实世界当中很容易发生的 这是2018年Georgia Tech 他们所放出来的一个demo 我觉得也蛮有趣的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上面呢 他们侦测到物件就用方框去标注它 可是正后方这个位置 这个停止牌 左边这个停止牌可以被正确侦测 可是右边这个停止牌 大家可以看到 不断的被侦测出一大堆的人 一堆的person在那里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区别呢 我们再回来看这个停止牌 显然右边左边这个是比较干净 右边这个呢 其实是有一些 这个视觉上的一些干扰 它比较特别 人是认得出来 但是机器完全就认不出来 这个其实是真实世界里面的这个攻击 那我们其实针对这个问题呢 我们自己的研究 我自己的研究 跟研究生 我们其实在去年的这个ICCV 也是电脑视觉的顶电会议上面 我们就来谈讨论这个问题 我们不是去改整个的 整个的这个视觉的样貌 就是说像这个 焦通耗制的视觉样貌 我们在谈的什么能用 所谓的adversarial patch 这个叫做所谓的 对抗师攻击的补丁 我们只是在你原来的这个 画面上面贴上一个小小的mark 是不是就可以完全改变你的 这个对于电脑视觉系统的 辨识的结果 这个是我们好奇的点 那所以就像上面这样 我们贴上这个小小的补丁之后 是不是会变 影响出辨识结果 下面呢 因为我们这个就不在室外了 这是我自己的学生 我们在室内 可以看到这边做的事情是说 他在原来的时候 我们可以侦测出 他是一个person 可是我们当然让他穿上一个衣服 实际上穿上一个 特殊mark的一个衣服之后 就完全侦测不出来 我们快看一下这个demo 所以你看他不管正面反面 其实可以侦测出 他是一个人的 但是我们这时候开始 穿上一个特殊符号的一个补丁 这是一个小狗 完全看不出有什么异状 他只是穿上一件衣服 好 穿上去之后大家就会发现 开始他穿好之后 正面这个东西再也侦测不出来 跟他手去挡住这个pattern 又侦测得到了 然后你看他到背面 看不到这个pattern的时候 都可以真正输入到他一个人 所以这样的一个对抗师攻击 一个补丁 其实确实是存在的一个技术 好 那我们再往下看 那在这个所谓认知智能上面 除了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攻击以外 我们其实遇到一个最大的一个另外一个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如何去学习 如何去辨识我从来没看过的东西 像右边右边的这个例子来讲 这是什么呢 大家可以看到 这边有一个这个叫做MOOS 这个是迷路嘛 那旁边还有台车 车可以被正确的侦测出来 车的几率卡是97% 可是这个迷路其实我们从或寻入我们从来没有看过 在资料库里面没有这个东西 所以他呢 AI硬去辨识他把它判断成一个人 叫pedestrian的几率其实也不低 他觉得是有个人在这里的几率是89% 所以这显然在很多情况下面会产生一些问题 那我们把这一种没看过的资料呢 我们叫做所谓的out of distribution object 也就是说不存在你原来学到的这个所谓的机率分布 或这个所谓物件分布里面的资料 那像左边这边是另外一个例子 我们在训练的时候的交通号字牌 可能都像这样比较干净的东西 那但是未来在实测的时候 他其实不可能干干净净的 这种就会是我们所谓的叫做out of distribution 那所以我们前面看完之后呢 其实我们就了解到在这个认知智能本身 其实也还是有很大的问题 那在这个所谓感知智能上面呢 我们其实认为还加数perceive以外不够 还需要有understanding的这件事情 那understanding呢 其实里面就包含了很多认知上的分析 包括互动这个人与车 车与车人与人之间的这个互动行为的描述 那以及这个behavior 他们这个行人行为的一个辨识 那甚至视觉的推理预测等等的 那我们例如说 以我们自己实验室来看 我们其实过去 针对其中一个叫做 谁的轨迹预测 Tenjectory Prediction 这件事情来做 那我们的这个成果也发表在 这个ACM Multimedia 2020年的会议上面 那可以看到他做的事情 我们在这个WAMO的这个 的资料库上面去做这个人跟车 之间未来轨迹的一个预测互动 我们其实比Stanford的技术 比这个所谓法国 这个类似法国中研院叫CNRS 或像这个马里兰大学的这个 的Performance 其实都还要好 我们在过去这几年 在这个这个题目上面 其实很骄傲的说 我们一直是领先的 那我想说那这个轨迹预测试的难点在哪里 我们很快可以讲一下 过去呢 为什么我们做的比较好 因为过去我想大家在做轨迹预测的时候 都是针对这个物件自己本身 他只考虑他自己 例如说我今天看到一个人的轨迹 我只看他的过去历史轨迹 然后来推敲他的未来轨迹 可是实际上我们在真实场景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说大家的经验都有 我们其实的轨迹会受到附近的物件影响 例如说我们看到一个人从我的朝着我正面 对着我跑过来 那我们其实就会想要避开他 所以即使原来前面的整条路是空的 可是因为有一个物件出现了 所以我们其实就会改变我们的轨迹 所以在我们的研究上面 其实我们最主要 其实就是把这些不同物件之间的互动关系 全部考虑进来 那一直做到可以做到比较好的效果 那这个是我们一个实际上的demo 我们就是用这个 上面有一些标记 像这个所谓Ground Choose 就不要有答案 这我们计定出来的线 我们就用一个动态 静态的一个场景 在这边可以看到大家走的轨迹 那以及我们这个所谓预测的结果 其实这是我们在做的一个 所以它其实是不然是横向的 直向的 其实我们都是可以做的 好 这是一个复杂场面的一个轨迹辨识的一个结果 OK 我想我们就 一点点不停在这边 好 那所以呢 那我们今天在讲understanding 从更high level的角度来说 到底是在做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事情 我们其实希望在做的事情就是所谓的human like 跟人一样 有跟人一样共同能力的一个交通场景的一个认识 那所以可以看到就是说 像这个问题过去也在学术界一直被讨论 叫common sense reasoning 像这个资料库呢 这是一个很大的资料库 是主要是这个华盛顿大学 UW他们所推出来的一个资料库 可以发现他们不只辨识物件 他们最主要的要了解物件跟物件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像这里为什么person4呢 会指用手去指person1 他想要知道他的理由 所以下面有ABCD四个答案 他们希望去做这个所谓的推理 这个其实是不只是在自驾车上面 在我们这个所谓认知感知 就是这个所谓的认知的智能上面 其实也是一个大家关注的一个问题 那所以像这边就有一个 实际上侦测的一个例子 我们就给大家看一下 他可以做的事情不只是侦测物件 他侦测的是他们的行为 所以你可以发现他叫做ride bicycle 他不是侦测bicycle 他真是他在骑bicycle这件事 然后像这边他不只深测出人 他还可以发现他在look person 在看人 甚至他在smile等等的 所以这是一个可以推理出 AI可以推理出这个所谓 视觉场景被物件在做一些什么样互动 这样的一个例子 那我们这边就停在这里了 那所以呢这几年 除了common sense reasoning这种问题以外呢 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 这个学术上的一些努力 例如说像这个所谓在CBPR 这个在去年2021年已经办到第三届了 他们有个挑战叫做person in contact 他做的事情一样 可以发现他在意的事情是说 他不只是什么样的物件存在 而是物件跟物件之间有什么行为 例如说人可以坐在椅子上面 人可以拿手机 那手机可以被他call等等的 怎么样把这些互动关系给他找出来 那我们其实看到另外一支 大家在谈这个问题的切入点 在学术上面叫做 所谓的referring expressions 那referring expression 其实里面又包含两个任务 两个任务 一个是所谓的referring expression 的generation 那一个是referring expression 的comprehension 那referring expression的generation 就像左边这个部分 我们其实已经有一个图了 我们希望能够把它的描述 把它的叙述所生成出来 所以我们生出来的就是说 我们告诉这个演算法 说这个女生呢 我们把它框起来 你们能够描述它 那我们生出来的结果就是 the girl planning 这个we 玩这个we这个游戏 那另外一个是 所谓的expression comprehension 就倒过来 我给你一段叙述 那我能不能把里面的 对应的这个东西 把它给抓出来 例如说有好几个女生 都在这个场景里面 那你要符合我的描述的 这个女生才能够被侦测到 所以这个其实是 所谓的referring expression 大家就可以想见 如果说我们的AI 有这样的能力 那在很多的应用上 甚至说这所谓视觉导航 那自动控制 我们可以用人的 很自然的方式 跟我们的这个车来 车辆来做互动 所以告诉他说 前面有一个人 请你往右边闪开 或者是什么的 他其实就能够听得懂 这就是所谓有具备 这个认知的能力 这个其实是一个 认知的一个 一个demo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可以看到现在人下的 是一个文字的一个指示 而且讲得很具体 说你要把东西放到 什么蓝色的碗 红色的碗 还是哪里去 那这个机简 其实会辨识出来 好 我想这个demo很清楚 那我想最后 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应该就 必须要停在这边了 那我想大家其实 从我们这个很简短的 介绍跟报告 大家可以了解 就是说随着这个认知智能 感知智能的差别在哪边 而且认知智能 其实是下一代 对于自家车来讲 很重要的一个关系技术 但是它相对来说 也非常具有挑战性 那大家如果对于 我们今天的一些报告内容 是有兴趣 我们其实在去年的2021年 这个是我们自己 发表的一篇 随着Magazine I3 Industrial Electronic Magazine 上面 其实我们就在谈说 Human-like Trafficing Understanding System 它其实应该要包含 什么样的一个能力 然后它具体 其实应该是 什么样的一个系统 那这个其实 我想这更多 就大家对于 今天我们的报告 如果有兴趣的话 那这是我们大概这两年 我就挑了一下了 这2020年 2021年的一些论文发表 这样子 那些顶尖国际会议 跟期刊上面的部分 好 那我想最后再次 就很高兴 今天有这个机会 来跟大家分享 那就报告就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